男人不会打麻将 但却在麻将馆连续赢了一个月 只因这家老雀馆 一半的麻将上面都带有伤痕 只凭这一点 男人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到对手在胡什么牌 从而赢得盆满钵满 可偏偏有个高中生疏急了眼 扔出一百万就要给大叔丹挑一局 男人顿时乐开了花 好吧 既然你给老子送钱 那我弟娘就告诉你 这是谁的地盘 东一局 男人率先自摸 东三局 又捉了上架一个炮 接着男一局 男人依然运气还不错 自摸了还是一副满贯 分数涨到四万零六百点 而小伙只有一万九千二百点 分数差距太大 只要男人下一局 也是最后一局随便赢个屁胡 就能轻松赢下牌局 胜利就近在眼前 八旬过后 男人瞟了一眼小伙的手牌 根据带有记号的牌可以看出 这小子在做筒子混一色 如果赢了这副大牌 完全可以逆转牌名 但男人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已经听牌了 说吧 打出一张五万 励志爆听的一四万的两面听 而且胡牌一万 还是小伙的肺牌 想做筒子混一色的话 肯定会将万字牌打完 轮到小伙摸牌 是张没有记号的牌 虽然无法推测 但根据他插入手牌的位置来分析 应该是个筒子牌 而那张肺牌一万该会出了吧 可意外的是 小伙居然励志听牌了 而且还是名牌超级加倍 我你妈 男人顿势笑了 居然听的夹二万 而且二万自己有一张 下家手里有一张还打出一张 外面还剩一枚绝章 难道小伙也能看透麻将的记号 可下一圈轮到小伙摸的牌 明明就是带有记号的九条呀 他弟娘究竟在干嘛 男人伸手摸牌 可他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 卧槽 难道这一枚自己摸的牌是炮张两万 没错 立直听牌后摸到费张必须要打 可牌上并没有伤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有人会再打几圈麻将记住所有的牌 就在这时男人突然发现一个细节 没错 那张麻将牌表面居然泛着一层猪油 这股肉 这股肉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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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時切った肺 何だっけ ちくしょう 覚えてねえ 覚えてねえ 奴はそこまで記憶してるってのか いや 馬鹿な 絶対不可能だ しかし あの目 冷たい 動かねえ どうしたのおじさん 震えてるよ ふざけんじゃねえ これは絶対違う やんまんなんかじゃねえ 小伙名叫K家里还藏着一位来历不明的女子 K白天在課堂上课 晚上就去疯狂收割 连续迎了东京几十家大大小小的麻将馆 被人称之为兵之K 可这天 他却碰到的难缠的家伙 非要给他戴上眼罩和他打 如果输了 他的代价将是一颗眼珠子 小伙每次打麻将 都会蒙住双眼 但却把把都能精准猎击对手 混混怀疑小伙偷看 又给他多加了条领带 并警告小伙要是输了 之前赢的那一千万将会被清零 排局再开 混混切掉一张红妆 并且宣布自己听的就是一满国士无双 面对混混的挑衅 K就当没听见 反手切了张威显拍北风 混混越是这么说 K就是偏偏要打 反手又切了张威显拍妖机 K的一满天牌 直接打得混混声无可练 而这一切的起因 只不过是K连升了混混十五局 恼羞成怒的混混 才逼着K蒙着眼睛和他打麻将 此时混混已经输了的金光 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跋扈 K刚要离开雀馆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你他妈的心太软了 明明大哥身上还有块手表 应该还能抵押个五百万 你却选择胡了个小牌 真是太扯淡了 费了那个近在咫尺的修罗牌浪 K瞬间懵逼 唐岛说道 如果不点炮 下巡K必定自摸到那张三色铜顺的八条 而K却坚定 下一张绝对不可能是八条 那么好 既然你弟娘说摸不到 咱就赌下巡摸到八条如何 说吧 唐岛直接拎出四百万 K立马复盘刚才几人的排局 上家切过一枚八条 而根据对家第十巡扔掉一张九条来看 他的手里应该是三张八条带九条的形状 因为桌面上的七条已经绝章 估计原本是打算单击九条 可两家连续切掉九条之后 对家才会选择在第十巡跟着切掉九条 没错 他手里至少有两枚八条 而且排山还有三十六张牌 下巡自摸到八条的概率 也不到百分之三 想吧 可以直接掏出钱包决定和唐岛赌一把 什么娘这个那个地 可以伸手摸牌 是什么牌 居然是一张五万 唐岛没能猜中 其实我两枚持有两枚 那不是吧 你真是一枚一枚 这家伙还真是个大冤种 可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说这张五万可以开杠 没错 开杠之后居然就是那张八条 卧槽 接着翻开悬赏指示牌 他奶奶的 悬赏牌八柄 手里的九柄瞬间变成了宝牌 也就是说 立直一发杠上开花三色宝牌八 累计居然变成了一满 可以立马拎着钱追了出去 那个叫唐岛的男人实力 肯定深不可测 本集的故事先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女人打麻将为了排解寂寞 但却输掉了自己 排局刚开始 可以明明打掉二万 就能听牌二五八柄的三面听 却故意打掉七柄未排给下家 接着女人打出一张二万 胖子听得正式单调那张二万 K看透了排面 成功避免了放炮 此时女人吓得哭哭啼啼 趁着K上厕所的空 女人恳求K让他赢下排局 因为他们全部欠了黑道的巨款 如果谁赢下比赛 欠债将一笔勾销 但如果输了下场 那就不止死这么简单了 回到排局 胖子更是威胁K 话音刚落 K就宣布了立直 女人见状 立马哭诉了起来 从K的排来看 他听的是一四条的两面 而女人反手就打掉了一枚炮张 果然 K没有缠女人的炮 关先生顿势不解 难道女人的四六真的奏效了吗 可下一秒 K居然自摸了 没错 原来摸到四条胡三色同顺的倍率要高 此时三个门外汉面对K 心态已经激进绝望 胖子更是提出了个无耻的要求 他太强了 应该让他让出五万点才合理 K完全不必理会 但他却一口答应了 并且之前赢的点数不算 但排局结束后 前提是谁的筹码垫底 必须要当场处死 关先生看着K 心中暗暗自喜 谁知第一局 K直接来了个炸胡 这样一来 K要给三家各八千点的惩罚筹码 自己却成了负七万多点 面对负分的局面 K依然没有整什么高深的牌照 三人也全然不是对手 除了自摸还是自摸 完全没有做大牌 追求极限的速度 只要能胡就行 但都是些小胡 赢的点数并不多 胖子再次狂笑了起来 随着排局继续 众人便开始发现 K已经连坐了七轮庄 没错 三人顿时吓尿了 全都明白了K的用意 八连庄的触罚条件 在日麻规则里 如果庄家连赢八局小牌 哪怕只是一番也全部视为一满十三番 前一刻还以为得救了 又从希望堕入了绝望 三人几乎完全崩溃 没有悬念 K又是自摸 成功激活了八局一满天牌 三家全部被击飞 此时关先生才明白K的用意 抢装炸壶和触发八连庄的打法 居然让其他三家的筹码点数全部都一样 也导致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是最后垫底的人 看着K的离去 关先生皱起了眉头 随后他拦住了K 因为阿米娜K才参加了今晚的牌局 但阿米娜没有户籍身份 如果想让他安个家 请帮我打一场 一提到阿米娜 K也只能服软 因为那个女人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男人明明摸到三条可以自摸 但他却拆掉了二桶放弃了胡牌 对手瞬间吓出了一头冷汗 只因男人连续摸的手牌 全是他要胡的炮张 紧接着男人又摸到一张三条 看嘛 翻开新悬赏指示牌 是一张八万 手中的三张九万瞬间变成了新宝牌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没错 光翻背的宝牌就有七张 小牌瞬间被他盘活 男人伸手摸牌 是什么牌 什么 唐倒的一小博大 令刀八脸见识到了他的实力 画面一转K旁边的神秘女孩正是阿米娜 也是关先生要挟K的把柄 想让他重获身份 必须搞到大量的钱 所以K才会拼命地打麻将 关先生很快安排好了K与唐倒的对战 和以往有些不同 输赢把把结算 直到筹码输光为止 唐倒拎了一个亿 而K也拿来了全部家当 大概也有三千万 牌局开始 唐倒碰到两万 却被K看出了破绽 按常理来说 左边应该剩下一枚二万旁边的牌 唐倒大概是在单掉一万 没错 K切掉了一张宝牌宣布立直 立直 果然没错 唐倒刚才单击的就是一万 也说明他的实力也一般般了 这个前面有这么偉大事 说一句 蜘蛛 立直 一刀蜘蛛蜘蛛蜘蛛 五半四十分 二百万元 K越战越勇 连续自摸狐牌 但赢的每一局 全是不同不仰的小狐 没错 虽然K连续赢了一千三百万 但快打最怕的就是对手狐大牌 紧接着 K切掉一张三条立直了 而唐倒从来不胡小牌 连续切掉了手中的危险牌 估计在做青一色 根本不在乎K的听牌 可最终还是被K率先自摸了 怎么 但K并没发现 那个传说中的修罗牌 正慢慢向唐倒靠近 男人开杠六万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只因K听的就是六九万 而唐倒杠完九万又接着杠六万 不仅让对手的听牌变成了死狐 而且两张新的悬赏指示牌竟然是八万 宝牌依然成了九万 光宝牌就有八番 紧接着 唐倒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此时唐倒说道 你弟娘知道四暗客和屁虎 哪一个容易自摸吗 卧槽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屁虎了 可唐倒的脑袋是被驴给踢了 居然说全都一样 没错 K打出的二万唐倒并没有铲炮 反手一张南风宣布自摸 掀开里宝牌 居然是两张五万 也就是说 四张六万瞬间成了翻倍的宝牌 我你马 立直自摸 门混南三暗客宝牌十九 加上一满十五番共计四十五番九十六幅 也就是四十五乘以九十六 总共四千三百二十万 好家伙 放弃K的四暗客二万的炮张 还能胡如此大的牌 不愧是唐倒 看来K今天带来的三千万 一把被吸干 此时唐倒持有金额一亿两千三百九十八万 而K仅剩六百零二万 还不够唐倒晒牙缝的 没办法 K只能放手一搏 大力丢出一张五柄宣战 不愧是咱们一下 一不旦 一把逆转的酷神狙 着弄的 正好 紧接着K摸到一张一万 但他并没有宣布立直听牌 有了 間違いに酷使得上がった 天敗したか なら何故リーチしねえ 男子なら勝負どころはたとえ役マンでもリーチや 可令人意外的是 唐島也在做国事无双 并且自摸了 但他并没有选择胡牌 反而打掉东方 宣布了名牌超级加倍 オープンリーチ 男人自摸了却没有胡牌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只因男人扔掉胡牌 又来了个名牌超级加倍 没错 两人同时在做国事无双 唐島名牌立直国事整整有13面听 而K的国事只要摸不到胡牌 去掉东风以外 其余的手牌全部是炮张 K这边已没了退路 只能打出东风 而再摸到任意19牌也将放炮 暂且熬过了一旬 可当他再次伸手摸牌 我泥马 不用想了 颤抖的手可以看出 这种牌必放炮 一满国事无双瞬间让K道欠了400万 唐島要求K用他的小女友阿米娜来抵制400万 排局再次继续 K这边手气不错 一副四暗客听牌了 按常理来说 打掉六条单击七条 要是打掉七条的话 只要摸到五条 四暗客就没了 而六七条都是大声张 危险性极高 可K一想到胡道四暗客 就能反赚两千万 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K拿起六条就要打 可突然 他脑壳轰地浮出阿米娜的身影 没错 这把牌赌的是阿米娜 如果输了 阿米娜将会是唐島的女人 还好K冷静了下来 再一看 我泥马 幸好没被金钱迷失理智 完全忽略了对手出的手牌 唐島应该再做条子混一色吧 想吧 K拆掉三张二万来的个励志报厅 励志 K的抉择果然没错 反手就摸到了胡牌 如果刚才K选择了四暗客 那么摸到的胡牌 必将给唐島放炮 他的后果可想而知 毕竟这把还清了欠款 没把阿米娜输掉就行了 想吧 K起身就要离开 因为他知道 如果再和唐島打下去 恐怕自己将死在这里 这也是他第二次感到死亡的恐惧 而第一次还是他武艺放假的时候 那时的他迷上了网络麻将 却不小心掉进了网友的陷阱 这天 网友约他来场真人麻将 K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他的排忌 足以赢个生活费 可没想到 走进雀管的那一刻 K瞬间掉进了无底深渊 原本以为是个高档雀管 却没想到 里面居然黄赌毒样样俱全 等K发现不对已经晚了 如果想活着出去 K必须要来场生死麻将 而令他改变一生的阿米娜也在这里 本集的故事先到这 我们下集再见 打麻将千万不要让人坐在后面 男人刚听牌 后面的女友却说道 看着女孩娇羞的眼神 没错 他在传递信号 K顿时恍然大悟 没错 他们三人刚才在合伙作弊 原来三人把把能赢 就是用了菲律宾语言在打暗号 那么星期又代表什么呢 看着女孩的眼神 K顿时明白了什么 想吧 他趁着几人分神 随手打开了一旁的录音机 将三人的暗语通通记下 混混利用暗语营的盆满钵满 K也输掉了148万 这时K假装上厕所 然后故意碰到一旁的桌子 顺手拿走了录音机 正当几个混混还在享受赢钱的快感时 殊不知K将暗语融汇贯通 当K走出厕所 已经没有之前的恐慌 回到座位的他并没有马上开局 而是提个要求 就是必须打满五个桩 即便复分也要继续 排局开始 混混继续使用菲律宾暗语 上家立马喂了没妖机 混混以为只是巧合 殊不知K完全知晓了他们的暗语 出言嘲讽的他顿时发现 要是K没有碰到妖机 摸到一柄不就正听了吗 卧槽 不对 他应该知道我的手牌 这家伙不会也懂菲律宾暗语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排局再次继续 混混再次使用暗语 可以这边切了梅八万宣布立直 立直 混混一手的大声张 既然同伴没有东风喂牌 那这东风还留着有啥用 想吧 一张东风落下 我 他奶奶的 这家伙明明丢掉东风可以多出一番 但他却单击个东风 难道他真的懂菲律宾语吗 就算懂菲律宾语 他不可能知道星期代表什么牌 难道说 卧槽 这娘们的原因吗 没错 K承认了一切 说明了自己在厕所弄懂了他们的暗语 混混恼羞成怒 绝不相信哪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学会菲律宾语言 混混以为K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继续暗语打牌 混混依旧不幸险 决定用杀手锏解决掉K 这时混混的老板出现在了门口 K这边切了张九万率先立直 可却中了混混的圈套 想吧 混混推开手牌 宣布了名牌立直 男人自摸了却嫌赢的手 反手江湖的九万放入了牌山 接着推倒手牌 直接来了的名牌超级加倍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只应对家刚才打出的九万宣布的立直 立直后只要摸的不是自己的胡牌 摸什么牌就必须要打什么 而混混就是故意将胡牌九万放进牌山 故意让K摸到 只要他点炮 一把将会输得倾家荡产 但K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提前预判了对手的预判 興奮しますよね だってあなたは今 イカ様をしましたから その産品 本当は僕の摘牌ですよね 今考えながら山を前に出すふりをして 何かと入れ替えたん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何者もつけてんだよ 何者もつけてんだよ 抹茶さん 最も点が高くなる肺で振り込ませる そう考えたはずです へえしろ! 君はロイチ掛けるんだよ 積もって切るしかねえだろ! つまり あなたが仕込んだ肺は 積もれ!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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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可以预判了混混的预判 原来K打出的九万 就是自己的狐牌 他早就算到了混混会来这一手 才将计就计 让混混的心态爆炸 此时混混怒火中烧 揪起K的脖领子 就要弄死他 忽然一声枪响 卧槽 居然是混混的老板 混混腹部中了一枪 关先生却没管他的死活 反而很赞赏K的牌记 接着走向牌桌对着混混说道 你弟娘都跳满字摸了 还有王的名牌立直 你算算你有多无能和贪婪 面对混混的求饶 关先生根本不理会 没错他不喜欢无能之人 逼着混混继续打完牌局 如果赢了就帮他打120 没办法 混混只能照做 而关先生却坐到了K的身边 接着笑着问他 没错 K根本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 学会菲律宾语 他只记得单个词语 太阳是一统 东风是星期一 南风是星期二 如果混混用更复杂的暗号 那K必会失败 所以他才会虚张声势 让混混以为他破解了暗语 然而还有一点关先生很不解 也就是K明明一满自摸了 却又布下陷阱让混混入套 又是怎么回事 没错 这也是K的虚张声势 因为在这种排局下 即使识破了三人的暗语 混混也会再换别的阴招 所以为了让他放弃出签 必须要吓唬住他 关先生非常满意K的答案 K不仅有超乎常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 而且K还有一个特质 那就是一个字 冷静思考 冷血执行 对面打麻将的人都快死了 他却冷静得吓人 没错 打牌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而K完全必备了以上所有特点 这时混混失血过多 直接领了盒饭 排局终于结束 关先生查看了对局记录 K赢了213万 可K哪里还敢要钱呀 内心只想赶紧溜之大吉 但突然K停住了脚步 没错 是阿敏啊 要不是这个女人提示他 肯定赢不了排局 K给关先生提个要求 那就是用赢来的213万 来买下阿米娜 关先生爽快地答应了 毕竟K还有大用场 就当自己卖个人亲给他 以上就是K和阿米娜的故事 关先生又会如何利用K呢 本集的故事先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打麻将千万不要和别人合伙 男人刚胡一局一万五千块 却被同伙给结胡了 而且才一千二 一旁的老板顿时吓尿了 只因排局是二对二的团体赛 赌金足足有两百亿 光麻将代打的奖金就有两千万 如果代打输了 也将会被砸断十根脚趾 没错 K终究踏入了黑道组织 代表英文会参加了团体赛 面对输掉比赛的代价 他的搭档田山却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比赛开始 英文会的二把手丧彪 是高老大的左右手 他对K非常好奇 毕竟一个高中生 居然可以成为黑道代打 想必排技非同反响吧 果不其然 才三寻 K的手排就有了三色同顺 第一回合牌打得很猛 上家没预料到K的听牌 一张七桶放了一炮 跳满一万两千点 丧彪连连点头 这家伙打得不错 呀呀 头疼 卧槽 这是团体赛 田山才胡一千五百点就截胡 可他却翻了个白眼 什么娘这个那个地 区区一万两千点就想让我下庄 等着瞧吧 对手两人去暗暗自喜 这英文会搞什么飞机啊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接下来整个排局全是田山的秀场 自摸桌炮 桌炮自摸 这东一局还没刚开始 田山就以八连装完胜 黑龙会一比零暂时领先 第一局田山就展现了绝佳的压制力 田山瞟了K一眼说道 你弟娘乖乖配合我 不要给我拖后腿 高老大也非常满意 相比之下 K这一局却平平无极 丧彪也小声嘀咕 K这家伙根本不像江湖传言那么屌 果不其然 第二个半装很快打完 依旧是靠田山拿下了胜利 对手几乎已经心态崩溃 面对这屌儿郎当的家伙 两人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而连赢两局的田山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面对丧彪的赞美 他却回了句 不就是打个麻将吗 去你大爷的 此时高老大也开口了 只要今晚你赢了比赛 就让他加入代打义军 这可是月入千万的工作 听完此话 田山瞬间来了精神 第三轮装开始 四眼手气不错 切掉一张五万宣布了励志听牌 可他的牌却被田山全部看透 没错 你还挣扎个屁啊 看开都不敢车我后腿 早就把危险牌都先出完了 说吧 直接故意挑衅的打了张危险牌一同 完全没有把四眼放在眼里 你还挣扎个屁啊 因为 通了 不 不 论 哦 等一下 卧槽 这又是啥情况 窝里斗了吗 喂 喂 喂 封锁了 喂 这是毕竟的麻雀 我今天要来做麻雀 我先来做麻雀 麻雀 4万8千 四张七万到手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下尿了 只因七万是翻倍的宝牌危险性极高 他只能拆掉一四柄的听牌 选择单掉一张二柄 可没想到 下家直接横摆一张三柄宣布了励志听牌 卧槽 男人顿时火冒三丈 早知单掉三柄不就赢了 可紧接着 上家也打了一张三柄宣布听牌了 没办法 现在只能靠自己 四眼伸手摸牌 我尼玛 竟然又是一张万字牌 但现在改胡的话可是四面听 可两柄会不会放炮 四眼顿时下出了冷汗 没错 现在比分是二比二平 可以点输最少是一 一万九千六百点 而自己的最多是三万两千二百点 虽是如此 四眼也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这一局谁输了 将会切掉十根胡萝卜 四眼擦了擦汗 心中顿时狂喜 现在只要不让田山胡出个背满 可以不胡出跳板他就赢了 而自己的四面听优势很大 没理由怕他们 想吧 四眼拿起二柄就要打 可忽然 而可忽然 有难 没错 虽然是田山的胡牌 但二饼胡牌最多只是三岸克 除非自己摸到二饼才算四岸克 而且胡二饼只有一万两千多 要是翻不出宝牌 就不能逆转守卫 不能胡 绝对不能赌翻离宝牌 赌对了两千万到手 赌不对 那十根脚趾就没了 这弟娘怎么弄 停留片刻 田山还是选择了摸牌 その两品当たりじゃないんですか 啊 ではその两品 僕が論 我操 不会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宝牌全都在我的手里 没有宝牌根本胡超不过跳满 我你马 数万个 短期 利一一発短矣を敌取 那是什么 喂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八千只不得了 别乱了 你不能逆转 你不能逆转 我 我 真是 没错可以用十根脚趾 赌上这种不确定的几率 他真的能摸到宝牌吗 这偏图也不能递下去 足处十根 这种威力 这个 这个 这些狂 是 將去 一切 一切 是 是 是 胡牌酒桶被打出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只因酒饼一炮双响 而且两家全是一满天牌 四万八千 三万二千 嘘 K赢了三万二却一脸阴沉 可忽然 麻将馆的老板娘顿时吓尿了 愣神一看 K的脚上全是鲜血 老板娘急忙打电话求救 却被K给阻止 她宁愿死在牌桌也要打完这局 原来 K替英轮会赢下了比赛 高老大邀请K加入代打一军 在日本黑道也是贺有名声的 加入后不仅每月工资八千万 奖金还要另算 K要的就是这种刺激感 接着高老大示意手下 后座几个小弟瞬间拿下K 然后对他打了根麻醉药 K老弟对不住了 想加入代打义军 涉及的赌金至少都是几千亿 而且都是组织的重要谈判局 为确保万全 必须要通过个小测试才行 面包车开了八个小时 K才迷里糊糊地醒来 高老大说道 加入义军 就要去前面的普通麻将馆玩几把 来的人都是些高中生 排挤一般般 接着高老大掏出一根脚趾 4時間過了 再接着大障害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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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四小时后就接不回去了 想要接回去必须抓紧时间 高老大给了K一万日元说道 这项任务很简单 把一万赢到两万 脚趾还是你的 限时四个时辰 K缓缓来到了麻将馆 虽然高老大说的没错 都是些学生排技一般 但麻醉没退 脑壳更是不清醒 可一旦麻醉退了后 那钻心的剧痛 会让人疼得忘记了妈妈叫什么 必须在这种极端的排局下 考验一个人的综合实力 看着对手出牌很明显 打了张六筒励志听牌 K选择了先防守 等麻要退去了再想办法 接着打出一张六饼 可突然对家去胡牌了 没错 K定神一看 卧槽 居然把五饼看成了六饼 再这样 脚趾肯定接不回去 这时 K发现厨房有瓶辣椒面 接着拿着辣椒面来到厕所 用辣椒刺激伤口 一瞬间 脑壳轰的一下清醒了许多 这个高中生为了打麻将有多变态 居然用眼撒向自己的伤口 一顿钻心的剧痛过后 K似乎清醒了许多 跟这几个小鬼打牌 很快就能赢到两万 让他万万没想到 能在这个小雀馆碰到狂尸唐导 唐导大吃一惊 本来他是找老板娘 真搓麻将的 却碰到了K 唐导瞬间来了兴趣 来吧大冤种 很显然 K本身就打不过唐导 现在状态极差 加上脚趾的剧痛 还剩三个小时的时间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 然而刚开局 唐导就察觉到了不对 如此小赔率的确管 K出的每一张牌就如临大敌 接着唐导故意打了一张 李宝牌五条 然后问道 可下一秒 那个高中生居然糊了 注意力全被放在了唐导镇 完全没有关注那家伙 必须要抓紧了 东二局 高中生的运气绝佳 打掉二万力直听了个夹三万 唐导看了K一眼 这么简单的力直暴听 你这家伙都没发现吗 碰 可以突然想到之前和唐导的一战 碰掉两万后旁边的牌也是没有打 没错 这招不灵了 想罢 K并没有切掉二万周围的牌 反手打了张八万 咱俩那场对局 是半年前吧 东三局的第十询 我没记错吧 可以恍然大悟 原来唐导碰牌就是为了错开庄家的摸牌 还有上一把五条提醒我吃 都是为了改变局势 碰掉关键牌并能导致气运流转 原来麻将改运如此简单 此时K急得不行 脚趾的追星刺骨 加上时间一点点流逝 再不想办法就彻底完了 既然这高中生气运已经流转 那我就先猎杀这家伙 本来高中生到麻将馆准备银包烟前 却全然没有发现面前的是两条恶犬 男人开档九万 麻将馆的老板娘顿时吓尿了 只因八万是悬赏指示牌 九万瞬间翻了四倍 只要唐岛再杠两张就能领上自摸 没错 开局上架就翻错了一枚指示牌 所以唐岛谋划必定猎击那枚暗杠二万 接着杠掉九万后 又杠了三柄 手牌瞬间变成了听牌二五万 只要谁打出西风或者自己摸到西风 那张暗杠两万 他将必能杠上开花 可没想到 K却突然出手了 看啊 卧槽 被K预料到了 四缸会导致流局 我你马 不 不对 奴岛缓缓缓地卡下手牌 没错 K和唐岛一样 都是提前猎击的那枚暗杠两万 但K却预判了唐岛的预判 借用对手开杠两次替自己铺垫 而且在被人割掉脚趾的情况下 承受剧痛赢下了牌局 胜负已定 K也赢够了两万块 时间正好 接回被割掉的脚趾还不晚 唐岛劝K赶紧去医院 没错 接回脚趾要紧 K急忙拿着筹码准备离开 可忽然 继续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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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的高老大看了看手表 然后拿着K的脚趾 巴大 脚趾已经发黑 K却没有回来 丧彪 赶紧进去看看是不是K晕倒了 别出事了 赶紧把他弄回来 丧彪心想 传说中的K也不过如此嘛 他来到雀馆 瞬间把他吓了一跳 K不但赢够了两万块 而且对手还是麻将界赫赫有名的狂尸堂岛 但令丧彪不解的是 K为什么赢够了两万块 却放弃拿回脚趾 现在接不回去了咋办 因为是这样的 麻将和指一斑 怎么考虑都比较重 虽然K嘴上是这么说 可他却是为了阿米娜才放弃了脚趾 只因K必须要加入英伦会的带打异军 这样才能拿到阿米娜的签证 这个晚上 丧彪见证了K的鬼神境界 就算面对唐宝这样的麻将高手 K居然赢了八连庄 八连庄 凄 凄 凄凄 K终于加入了带打异军 时候的日子又会如何呢 我们下集再见 打麻将千万别听一四七万 男人刚报听 对手却说到 紧接着横摆一张三万 宣布了名牌超级加倍 而且还是张甲二万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心中狂喜 只因这场牌局赌注就高达二十亿 对手名牌加倍还听甲二万 明摆的是在送钱 可下一秒 本场牌局不仅是二十亿这么简单 而且还牵扯到了两个帮派的利益纠纷 K自从加入英文会代打异军之后 疗养了几天 便参加了高老大组织的淘汰赛 胜者可代表异军和天摇帮决战 K面对异军的顶尖高手 却丝毫不落下风 可高老大却察觉一丝不对劲 因为K的牌风一向冷为首 可今天却杀气十足 无牌又狠又精准 K是关先生介绍的 和天摇帮的决战赛 也是关先生撮合的 这帝娘绝对有蹊跷 毫无悬念K拿到了第一名 可高老大却让第二的松本出战 丧彪非常不服 但老大终究还是老大 胳膊拧不过大腿 可以失魂落魄地走出麻将馆 丧彪急忙追了上去 可没想到 好好的一场麻将 却冒出个杀手 丧彪为了不让K老弟受伤 毫不犹豫地挡下了子弹 而且还在临死之前 给老大推荐K 让他成为义军的代表出战 可K连看都不敢看丧彪一下 心中的愧疚让他哑口无言 没错 丧彪用命推举了一个 要背叛社团的人 而K又会有什么抉择呢 次日 关先生组织两派商谈 对战为二对二团体战 双方出场费每变二十亿 如果英伦会胜出 天摇邦将再给二十亿巨款赔罪金 并且承诺永远离开日本 如果英伦会输了 那么天摇邦将霸占英伦会的地盘 高老大怒火中烧 区区二十亿就想霸占东京地盘 怎么算都是自己英伦会吃亏 关先生见状 立马说道 为表天摇邦的诚意 如果英伦会胜出 那个暗杀丧彪的凶手就任凭你们处置 大战一触即发 K代表英伦会出战 还带了另一个高手 那就是狂师唐岛 K和唐岛的联手对战又会如何呢 我们下集再见 男人听牌一四七万 可他的胡牌竟被对手完全猜中 一四七万 紧接着对手更是挑衅 直接打掉三万 来了个名牌超级加倍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单掉一张夹二万就敢和狂师唐岛硬刚 唐岛鄙逼试着光头一眼伸手摸牌 原来这个光头不是别人 正是义军的代打后补田山 自从败给了K之后 田山便被义军踢出了代打资格 可他为了让自己变强 竟然大量吸食药物 让他阴差阳错地顿路到了鬼神领域的边缘 有着最强麻绳的狂师唐岛 哪受得了这般羞辱 随即切掉宝牌三色 同样来了个名牌超级加倍 可田山却丝毫不慌 反手杠掉了八条 众人不解 田山为何不惜冒着给唐岛增加宝牌的风险开杠 可唐岛却看出了田山的用意 没错 开档只为改变摸牌的顺序 这样一来 本能自摸的手牌 牌运瞬间发生了改变 此时田山的手牌变成了庄家裸单机的牌型 也就是说 只要唐岛放炮 名牌立直将是一满 可以说 田山惊天猎鸡的对手正是狂试唐岛 なるほどね これが覚悟の差ってことなのかい ロン 坂野小ドラゴ1万2000点 濡尽 太浮了 我只是上岸という打手 他只是欠了評価 也认为了 嗯 確实在 竹津玖上 敞臣 也认为不一定 他也说有 他就没有 可能是不容易 此时的田山更是城上排运 享受着毁灭边缘的刺激 直接又来了个双利直 此刻要是不加以制止 恐怕英伦会将输掉排局 想吧 唐导直接来了个炸糊 虽然破掉了田山的排浪 但也让英伦会输掉了第一局 虽然赌注高达20亿 但排局的输赢对唐导来说却不痛不痒 为了寻求刺激 唐导决定赌上自己的双手 紧接着第二局 四家手牌都不错 K这边一副跳满混一色 想霸切掉六柄选择猎击混拳 而唐导一张白板到手 切掉八柄 直接听了个一四万代九柄的三面听 田山摸到五万也同样听牌了 K的名杠又增加了新的李宝牌 掀开悬赏牌 竟给官先生增加了两番 K摸到领上牌 手牌瞬间完成了混一色的牌形 直接单击了那张北风 此时四家几乎同时听牌 谁又更胜一筹呢 唐导伸手摸牌 是什么牌 卧槽 自摸了 可唐导却没有选择狐牌 反而将狐牌一万给杠了 这弟娘打的什么牌 自摸一万到手 可男人却没有狐牌 反而将狐牌一万给杠了 但男人却没有杠上开花 他嫌赢得少没有狐牌 反而给对手创造了机会 自摸 满岸 面对田山的嘲讽 唐导却说道 你弟娘这点小钱都赢 没错 排桌上五六饼都已绝招 也就是说 七饼肯定有人组成了对子 加上档宝只是排的一张七饼 摸到七饼的概率几乎不可能 我尼玛 格局太小了 开档四饼后 摸到的岭上牌不就是七饼吗 说吧 唐导先开岭上牌 真的是一枚七饼 这招杀人诛心 直接给田山丹的哑口无言 接着装卫来到了田山这边 为了夺回尊严 田山横摆一张五万宣布了立志 报厅的一四七万的三面厅 胡到一万即可跳满 唐导更是挑衅 直接放了一枚炮张七万 暗场里来说应该铲炮 但田山上把被唐导嘲讽 这手小牌说什么都不能胡 而唐导继续杀人诛心 反手又切了梅高翻书的一万 可惜田山这边属于阵厅 也就是第一张不胡 之后出的炮张都不允许胡牌 可唐导还没有完 一连出了五枚炮张 备受打击的田山伸手摸牌 死鸡吗 死鸡吗 可惜未能自摸 牌运似乎转移到了唐导这边 唐导伸手摸牌 是什么牌 卧槽 自摸了 好家伙 明明摸到一万自摸 他却没有胡牌 反而胡到了高培率的那枚四万 男人不会打麻将 但却在麻将馆连续赢了一个月 只因男人每次听牌 都会向对手发出暗号 一旁的老板顿时大惊失色 没错 K作为他们英轮会的代打 输赢不只是二十亿那么简单 原来 关先生早就与K做了交易 只要在牌桌上的关键一局送炮给他 就答应给女友阿米娜签证 高老大察觉关先生的举动 顿时火冒三丈 二话没说直接向K扣动了扳机 然而这一枪居然卡壳了 没错 K就是叛徒 并且自爆了身份 我就是裏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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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的 你爹的街是六级层 现在我必须不打开 我必须不讨厌 为了给高老大一个说法 可以用欺负方式 给死去的丧彪和英伦会来个说法 这一刀算是抵消了叛徒的罪名 K用生命捍卫了江湖道义 更是用行动兑现了何关先生的约定 现在他们各不相欠 剩下的排局 他将兑现英伦会和丧彪的承诺 但K的放炮一满 也将他逼入到了绝境 两人的差距夸大到了五万点 更要防自己点炮 还要防止田三故意放炮 给关先生被击飞离场 现在的田山的积分只剩不到一万八千点 也就是一个庄家跳满 而K面临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 切腹导致了大量失血 如果不上医院 存活率不到三十分钟 抱着必死的觉悟 K得到了英伦会的上下一致认可 这就是江湖义气 排局再开 关先生这边已经听牌了 扔出九万叫听了个三六饼的两面听 然而只要轮到田山放炮给他 排局便会结束 当英伦会都认为完蛋了 唐岛却说道 关先生说道 你弟娘别白费力气了 还真以为你能摸到一满天牌吗 没错 确实想都别想 但这才是男子汉才有的义气 田山默默地看向唐岛 没错 明知不可能而为之 才是男人该干的事 可观先生根本不管他什么义气 只要能赢钱才是王道 随即让田山说出自己的胡牌 我认为我的街 街是平洞 下来的下来的 下来的 一筑是三浪的 九筑是不 没错 这家伙完全猜对了 正当田山切掉三柄放炮时 K的一句话让结局发生了逆转 一 这一只就是男人的证实 没错 这也戳中了田山内心深处的痛 现在离不开药物的他就是个畜生 根本没人把他当人看 可现在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 哪怕是当一秒钟的男子汉 想吧 田山拿起手牌 大力砸向麻将桌 没错 这才是男人必有的骨气 唐岛为了意气堵上了双手 K的意气更是不惜赌上了老命 此时的田山找到了活着所要追寻的目标 剩下的排局 他打算做个真男人与他们一战到底 关先生顿时懵逼了 刚才明明是三打一 现在怎么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三了 他强烈反对换掉田山 可无奈这都是事先自己成立下的规矩 排局中途不能换人 不出意外 这把以刘局收场 但关先生还有绝招 那就是用防守熬到排局结束 毕竟自己的点数最多 而且看K的情况 估计活不到排局结束了 此时K流血过多晕死了过去 那么K到底还能活着赢下比赛吗 我们下集再见 男人刚打掉发财 却又碰了张队家的发财 对手瞬间吓尿了 只因他打掉发财后宣布了立直 立直后摸什么牌必须打什么牌 只要自己放炮 也将会输掉二十亿 但K要想赢的话 就必须列击个一满才行 起初K故意在白板上做了记号 就是为了让关先生怀疑 那枚白板就是K的秘密武器 才会将K的一满天牌 倒向了与白板相关的大牌上 没错 白板首先联想的就是大三元 而做记号的白板正巧 是K该摸的手牌 可好巧的是 田山突然来了的乾坤大摩椅 这一碰让K的白板跑 跑到了关先生那边 没错 这也验证了关先生的猜想 紧接着K碰到了 唐岛扔掉的红中 这样一来 K的手牌顶多也就是个小三元 而自己手里的发财和白板只要不出 K就不可能逆转首位 说吧 关先生伸手摸牌 卧槽 又是一张白板 加上悬赏只是牌的一张 K连个小三元都没有 接着K打了张发财 也说明 K的手牌剩下的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一排红中混一色 混老头外加对对胡九翻倍满 要么是一排红中混一色 三岸克九翻倍满 估计他很难劣积发财 所以才将其切掉 接着关先生摸了枚六饼 出掉发财即可听牌 一四七饼的三连听 看着K根本没有逆袭的可能 不如趁胜追击早点结束比赛 况且发财也是安全牌 没错 关先生中计了 接下来只要不是胡牌 摸什么牌就要打什么牌 而话音刚落 那张超危险的大牌 竟被他给摸到了 他奶奶的 如果放炮的话 K将会逆袭 虽然K没有胡牌 但他的一手牌也不小了 可观先生却丝毫不慌 因为K眼看就要失血而亡 胜利就在咫尺 可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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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んの少し時間さえ やり過ごせば 君は死ぬんだ 時間だ 男性 Switzerland 可口 可以 可以 不是 不 可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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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快 死 至 去吧 你 是你的肺 你自己的目的目的目的 好看 那是男人 男人在一起 怎么会出门呢 你怎么会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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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的高校生 国道が惹了 那是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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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先生的巴饼 手牌瞬间变成了裸单机的牌型 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不放炮给K 他就不可能逆转手位 关先生伸手摸牌 是一张七条 虽然没有自摸 但起码不会放炮 我弟娘稳赢了 现在只要等K摸完牌 便可宣布比赛结束 可就在这时 唐岛似乎感觉到了 那股修罗牌浪的来袭 想吧 直接盪了关先生的七条 唐岛堵上自己的双手 全部压在了K身上 唐岛掀开悬赏指示牌 卧槽 居然是没东风 南风瞬间变成了新宝牌 只要K能自摸 再加上三张里宝牌 并能累积一满逆转手位 K犹如赤木附体 是什么牌 K犹如赤木附体 给 赤木 我尼玛 K真的逆袭了牌局 成功捍卫了英伦慧 可他自己也终于 坚持不住倒了下去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通过抢救 K成功捡回条赌命 也得到了一笔巨款 然而英伦慧也没闲着 正在秘密派人寻找 那本神书的下落 没错 正是鬼神赤木留下的 雀魂决议总纲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男人只用一招就能看透136张麻将牌 却不知对手也能看透麻将 一张四柄到手 断腰一杯口 听了个五八万的两面听 再看K的手牌 有二三三的筒子牌 还有两张南风赞梅听牌 也说明南风是安全搭 没错 可以碰掉南风 四巡后K只要摸到一桶 便会打出那枚三柄 想吧 立马和尚家换了张四柄 手牌瞬间变成了 对倒二三柄狐牌 果然四巡过后 K摸到了那张一柄 原来尚也通过 牌背上的花纹 将136张麻将牌 统统系入脑中 麻将在他眼里 犹如透明一般 自从K上次抛妇产过后 斑花就每天在医院陪着K 但这天笑霸却跟到了医院 并声称想和K切磋一场麻将 不然就强行和斑花打一针 等K康复后 便急忙和斑花一起赴约 经过一轮的牌局 K记下了全部的麻将牌 通过上野的手牌来看 他大概率听了个 五七八桶的三面听 而下旬轮到他摸的手牌 正是八桶 想吧 K一招吃牌毁掉了 他的一发自摸 顺利改变了牌序 紧接着K又碰掉了 下家的八万 手牌瞬间来到了一上厅 现在只需切到 三七万的任意一张便可听牌 根据牌序 上野下旬刚好摸到六万 没错 K果断选择 猎击了那张六万 K没想到 上野竟也记住了一百三十六张麻将牌 接下来的第二轮 二人各有胜负打了个平局 K建议加大筹码 却不知已经中了上野的轨迹 牌局再开 双方都用手遮挡了一半麻将牌 就是为了防止对方偷看 紧接着K将红中喂给斑花 故意让他听牌 从而切掉手中的六桶 K大概率在叫听三色同顺的九桶 但在上层牌山来看 并没有K所需的胡牌 上野认为 K这家伙单纯只不过是靠运气打牌罢了 可当他摸完手牌顿时慌了 这牌是 怎么 他买了的 自己只是记住了136张牌的背面 而K则记下了麻将牌的五个面 也就是680个 原来 上野自以为是个天才 财摄局想赢下K从英伦会得到的5000万 看来这局面 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牌局继续 上野摸到四柄厅牌了 通过观察 K有233的桶子牌 只要碰掉南风或者五万 便会打掉23桶的任意张 想吧 立马从牌桌底下与斑花换了张四桶 接着横摆了张南风宣布了立直 ポン 当然Kは泣いてくる これで俺が上相撲になって 四巡五がEピン KはこのEピンで ウッパーマ町乗りに 宝珠させる狙いだろう だがな 教えてやるよ こういう勝ち方もあるってな 上野以为自己赢了 却不知早被可以看透 再可以碰掉南风的一瞬间 趁机给他换了张二桶 使上野这手排阵听詐胡 ほら 俺の捨て灰に 凉瓶 舐めちゃいけないってね 排局结束後 K终于搞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斑花为什么背叛他 上野が好きな席に座ると言って お前は上野の隣に座った サインを交換しやすいようにだ 全体バレない 探せ時計って言ったのに 千万不要和这样的女人打麻将 男人刚停牌147条 对面的女人却说道 街は草図の頭町でいい数値 紧接着更是挑衅的打出 7条宣布立直 これならリーチドライチの2600点ね 没错 赢7条的话只是个小壶 K只能放弃壶牌 選擇了自摸三色同顺的14条 可她并没有自摸 反而放了对家的炮 6 リーチ一発名本中3アンコ あらごめんなさい 浦さん 24000点ね 女人担命一个爱字 刚刚赢下了英伦会 带打一军松本的十根手指 起初是高老大 为了解决帮派的利益冲突 便想通过麻将来解决 而之前派出的是K 松本只是个后补 见K大伤刚刚痊愈 便让他回去休息几天 看到松本用他沉稳的打法 在南三局落后 23000点的情况下 一击装加个备满 完成了今天大逆转 K也放心地离开了 可这么一走 意外却发生了 当K回来时 松本的十根手指已被人切掉 没错 正是眼前这位风骚的爱小姐 她打麻将从不赌钱 只赌男人的手指 但K并没有赌回松本刚被切掉的 而是让爱小姐压上自己的手指 可没想到的是 K第一局就输了 排局再开 爱小姐率先立直 别字 别字 指切 立直 没搞清楚爱小姐的深浅 K只能拆掉编章选择防守 论 立直 爱小姐 爱小姐提议 下个半桩她会堵上拿到的手指 要是应战 要是应战的话 可以输了一起切 赢了就不用切手指了 没错 这个条件使松本失去了十根手指 但K现在也只能应战 请 小姐提议 读书是全都读书 手也 心也 癖? 没有那么甜的 微微的动作 妻的リズム 呼吸 我的存在全都是情报 那么 凉 凉 冷 排局再开 可以这边刚立直 艾小姐被挑衅的来了个追历 小姨子打麻将从不赌钱 只赌男人身上的手指 而这个男人却丝毫不慌 起手一副烂牌 却还名牌超级加倍 只因女人的眼睛如同透牌神器 瞬间能读懂对手的麻将牌 而K的这种名牌打法 却给对手施加了压力 夏家见K的手牌有六副对子 而自己手里的封字牌 显然就不能打了 这样一来 无形中就克制住了夏家的手牌 然而艾小姐也切掉手中的三万 故意让K碰掉 好让她放弃七对子的紧张 可K却对她的胃牌 根本没有兴趣 直到几旬后 K盖下了一张手牌宣布了立直 立直 艾小姐傻眼了 K的不正常舍牌 让她完全读不懂K在听什么 无奈 只能选择防守 紧接着K伸手摸牌 一発猛 卧槽 K故意拆掉混一色故意去做镇厅 完全不顾自己堵的是手指 我为惑惑 这件事 很厉害 我以为我 我以为 我永远不赦 紧接着 K如法炮制继续名牌超级加倍 根据手牌来看 如果按牌是八桶或者一四条的话 K则听三六九万的三面 反之按牌要是三六九万 则叫听个八桶和一四条 也就是说 不出这六张牌就不会放炮 然而K的立直 不但没让艾小姐恐慌 反而让她更加疯狂 想罢直接推倒手牌 同样来了个名牌超级加倍 好家伙 两人居然起了复冤家牌 艾小姐的听牌 不仅包括了K的所有听牌 更将K的大部分听牌扣在了手中 即使艾小姐摸到四条 也会开杠回避放炮 可以说既当了婊子又立了牌放 完全不会放炮的一手牌 ノーリスクの鉄板リーチよ これを待っていました 僕は逃げたりなんかしない あなたのそのリーチこそ 逃げ 僕はあなたを 狂う K的一番話让艾小姐摸不着头脑 自己放炮的概率几乎为零 更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拽 自己这一个月 下盘可是扫遍了九州的所有麻将馆 一开始赌的是钱 但怎么都提不起劲 所以才开始赌手指的 初めはお金でかかけてたんだけど どうも気分が乗らなくてね それで指をか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の すごいのよ 指をかけて負けた相手の顔 雖然K的壶牌只剩一张 但随着K緩緩抬頭 艾小姐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 她立马吩咐上家赶紧吃碰壶 可K的名牌 导致牌搭子的手牌拆得稀巴烂 艾小姐之所以緊張 正是那枚海底 在日麻規則里 摸到海底是不可以開槓的 也就是说 艾小姐如果摸到四条的话 将会无形中放炮给K K预判了艾小姐所有的预判 成功赢下了比赛 至于艾小姐吗 300万ほど足りませんね 私の指でも体でも 好きにすればいいじゃない K并没有选择她的身体和手指 而是要回了松本的四根萝卜 如果你是K会如何选择呢 记得留言评论哦 摸到四张四万该怎么打呢 旁边有着十年排龄的男人认为 应该等三万和五万 因为摸到三五万之后 只要打出一张四万就可以听三门牌 这样赢的几率最大 但此时赢发摸牌之后 却直接将四万给杠了 旁边的男人直接看傻了 本来能胡三张牌 现在就只能听单调 可看到银发手中的牌之后 男人瞬间脑壳轰的炸开 此时对家抓上了一张四条 可多年排击的他看得出 这张牌不能打 因为银发又吃又碰 现在又不惜失去听三门又来杠一手 明显他听的就是宝牌 但此时银发却一个不小心 将手中的牌一下碰倒了 竟是一张万字牌 对手瞬间心中狂喜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银发就是个憨货 最后他也放心地将那张四条打出 但此时银发却笑了 他奶奶的 我胡了 没错 银发胡的正是四条 此时对手的脑袋都要炸了 原来银发预判了对手的预判 而刚才银发摸到四条之后 连着四条一起放到了暗杠之中 然后故意碰倒了露出那半结张万字牌 让对手误以为银发就听万字 之后再调换了回去 喜欢荔枝麻将的帖子们 点击左下方可以练练手 自然客 丹琪 两倍一门 男人开杠一万 麻将馆的老板顿时吓尿了 只因男人杠掉一万后 随即切掉二万来了个荔枝暴听 按常理来说 他手中有三张一万和二万 根据舍牌来看 一二三万都属于安全牌 而且田山的条子牌没有打几张 大概率应该是胡条牌 还是跨七条的多面听 没错 他肯定听三六九条 想吧 K打出三万以手为功 弄了 紧接着K切掉四桶便能听牌一四七万 可他却拆掉五万放弃了听牌 身后的男人一脸懵逼 立马看向上家的手牌 可四桶并不是炮张啊 紧接着K又摸到了张五桶 切掉六万仍然可以听三六九笔 但他却又拆掉了二桶 继续放弃了听牌 男人彻底懵了 走到对家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K一直提防的人是对家 桶子混一色 如果放炮至少也是跳满 而和K对局的人正是田山 自从上次和K大决战之后这半年 田山不仅戒掉了药饮 而且每天都和狂师唐岛约局打麻将 从而不需要再借助药物 也能踏踏实实地坐稳了上层境界 今日K接到高老大的任务 就是参加全日本龙皇位大赛 冠军奖励则是 鬼神赤木失传已久的 雀魂决议总纲 参赛者更是疯狂 居然达到了五万人次 K的首次预赛就遇到了田山 两人针锋相对 田山更是不惜连打三张白板 就是为了组建更大的牌型 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 二人和其他选手简直不是一个层次 这一局K侥幸小牌自摸 断掉了田山的一手清一色 田山看着曾经羞辱过自己的年轻人 从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的疯狂压制 导致自己惨败 第二次见面被他的意气所征服 自己又输了 那么今天必须火力全开 没多久 全场淘汰和晋级的人 目光全被他们的斗牌所吸引 可二人却全神灌注来回工坊 田山率先发动进攻 直接开杠一万 接着打出二万宣布了立直 立直 暗场里来说杠掉一万打掉二万 三万在他手里肯定是安全牌 可当可以打出三万时 田山却糊了 论 なんて立直をかけるんですか その形から 看して三万短期待ちなんて普通しませんよ 普通じゃお前からは出ないだろ これで差はたったの二千 次の親は俺 逆転が見えた まだ二千もあります 言うじゃねえか ここまで 終わりって何回も言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 雖然欲赛結束K拿到了第一 混混計画落空 雀魂總缸的出現 突然冒出眾多黑道牌手 各方势力更是心怀不軌 也多亏了田山 讓K暂时脱离险境 可没过一回 那混混便带着幾人偷袭了田山 画面一转 田山满身是血瘫坐在地上 無論混混怎么逼问那个高中生是不是K 田山始终没有回答 忍着浑身的剧痛 田山的手指和脚趾被一根一根的剧掉 眼睛被打得根本睁不开 但依然微弱的声音回答着不认识什么兵之K 混混们也没有废话 又是接着酷刑 这场折磨整整持续了八天 混混们也失去耐心 大难临头 田山依旧想着如何战胜K 再难以拒第十询 K打出二条后立直暴听 当时应该用斗转心衣碰掉二条才对 这样便能改变K的气韵 这么一来 那张宝牌两万就会错张 然后K打出七条 没错 胡了 三色同刻宝牌三张 六番跳满便能逆转取胜 现在想想 他的麻将境界已经超越了兵之K 不出意外 田山最终被混混折磨惨死 即使在死之前 田山依旧在地上玩弄着排局 参赛选手接连失踪 高老大也明白是黑道在搞鬼 K有种极为不安的感觉 并拜托高老大 如果田山遭遇不测 他知道凶手是谁 小姨子放炮了 但男人却故意不胡 反而让他产了上加个炮 由于田山被害 K也顺利晋级全国复赛 而第一战就碰到两个难缠的对手 艾小姐的透排计不用多说 K上次已经试过他的深浅 而上加排手 号称七队王子 八大联赛座拥六个头衔 实力不可小视 而艾小姐却根本没把七队王放在眼里 没错 刚才K切掉的二条 七队王的细微动作已经说明了他有一对二条 想吧 艾小姐故意拆掉三色 打了张三条 这时的七队王又瞄了一眼 艾小姐更加断定他手里有二条的对子 而且没有碰掉二条 即没有吃掉三条 手里应该有两张二条和一的条牌 没吃没胖 他应该是在做七队子 想吧 艾小姐横摆一张一柄宣布立直 叫听了个对倒一条和八万的胡牌 果不其然 七队王反手打掉了难枚妖鸡 七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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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二百 艾小姐以为掌控了牌局 却不知K已经给他带好了套 紧接着下一局 K这边率先两对俘虏 一副魂一色的牌型 艾小姐再次使用透牌神迹细微观察 可K从摸牌到现在眼睛就没离开过手牌 就连上架打筒子牌他都没看 就在这时 K终于有了行动 对 他瞄了一眼却没有碰 应该手里是东风的雀头吧 再结合一把捅都没有碰来看 没错 他应该听的是三六九捅 想吧 艾小姐果断窃了张五捅宣布立直 乱 诶 接下来 卧槽 没有东风为什么看了一眼下家 难道这家伙真知道艾小姐的深浅 艾小姐不相信自己会看错 依旧死死的盯着K 你心 見た あなたの心 見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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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愛小姐苦盡腦汁地觀察著K K這邊却來了個勵職 愛小姐頓時懵了 她奶奶的 根據她的觀察 K這時候不應該聽牌的呀 接著愛小姐摸了張二筒 泄入了沉思 切掉二萬倒是不會放跑 但剩下的一萬會不會是泡張呢 現在通過嗎 那順先 但短期待的可能性 是誰 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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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小姐完全看不懂K的出牌 整個人陷入了K的困境 徹底被K的冰冷眼神封印住 原本引以為傲的透牌劑 在K面前卻一文不值 愛小姐的自尊心瞬間崩塌 眼淚花的一下流了下來 喔 阿 semic 看 阿滅 我和在你 你們 待會了 爱小姐甚至可以对她提不起兴趣 便决定用别的方式猎击她 想吧 直接切掉了宝牌七万 受不了 接着又杠了夏家的红中 根据刚才七对王瞄了一眼 K的两万 那么这张牌她应该吃吧 爱小姐的疯狂喂牌 故意破坏掉了K的牌域 虽然老娘不知道你的长短 但我能换别的办法玩死你 男人每次洗牌 都会将自己的牌最后推入洗牌机 因为自动麻将桌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洗牌能力会大大降低 也导致有些牌洗不开的情况 所以K才会在每次洗牌时 故意将对子和客子最后推入牌桌 从而大大提高牌扇连续出现对子的情况 然而这招正是七对王子的神迹 加以利用 就能轻松赢下牌局 比赛来到了尾声 四加个怀鬼胎 东家切掉北风 爱小姐并没有胡牌 因为七对王瞟了一眼北风 也说明他手里也有一张 想罢 爱小姐直接励志加倍 只为猎击七对王 紧接着再故意为牌给七对王 好让他再猎击K 然而接下来的一局 K却主动放矿给了爱小姐 其实K也没闲着 不惜弃牌碰掉三七条 只为在洗牌时 故意把手牌最后推入牌桌 而七对王也是如此 比赛来到了最后一局 爱小姐领先首位 K要想逆袭 必须直接爱小姐的满贯 或者自摸到跳满才行 爱小姐起手牌非常的烂 要想快速结束比赛 必须将牌形变成顺子才行 想罢 不惜拆掉三张一万 然而七对王子却恰恰相反 不惜切掉一抹牌 让牌形变成对子场 几循过后 七对王这边就听牌了 没错 正是利用麻将桌 在长期洗牌降低能力这点 成功劣积了对子场 爱小姐发现后 急忙碰了张七条 叫听了个夹三条 紧接着七对王子 也来了个励志 励志 而K这边居然更是离谱 直接来个名牌超级加倍 可在这比赛场 名牌并不能加倍 但K依然坚持名牌 而且还叫听个 和七对王子一样的五条 下家健壮 既然名牌不会放炮 那就先吃一张宝牌再说 没错 吃掉七万成功改变了牌序 将那没本是七对王摸的牌 错给了K 爱小姐这才明白 K故意放炮给他一千点 就是逼迫七对王 只有通过励志加倍 才能增加打点逆转守卫 这也就是七对王子 励志的原因了 不出意外 七对王子没能自摸 轮到K伸手摸牌 果然是那张五条 K只用一个半装 便破解了七对王子的绝技 更是加以利用赢下了牌局 好了 喜欢爱小姐的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集继续 喜欢励志麻将的帖子们 可以点击左下角练练手 男人摸到三张六饼 只要打出五饼就能听牌六九条 六饼还能多出一杠子 可五饼却是对家的炮张 然而唐岛似乎预判到了危险 随即扔了张九条宣布立直 可紧接着 唐岛又摸了张六饼 如果没能杠上开花 三面听也就会变成裸单机 而唐岛却选择了抛砖引玉 翻开新的悬赏指示牌 是一张东风 瞬间手里的南风翻了三番 然而他并没能杠上开花 秃同仿佛感觉到了 唐岛的那股滔天的修牌浪 更是不惜拆掉听牌 来了的颂胡 能 千点二千八百 差し込み 親番が流れ 二位に落ちるのに なんだい 思ったより臆病だなあ 啊 しゃあないやろ こんなところで バイマンなんか 積もられてたまるか しかしその缶 本当に必要だったんか おかげで バカ読みやすくなって 差し込む気になったで 秃頭更是人渣中的战斗機 故意翻開了那张 本应唐岛 该摸到的牌 これで積もらえたんちゃうんか 可還沒完 又挑釁的翻開了懸賞牌 アッカー 乗ってまるで どう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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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いしょ ズバリア 裏が乗って数えやくまやないか 差し込み大正解 なあなあ 残念でした おつじさん おわこわ ミスターマージャンがグリップフェア ほらいいか わしなんも悪うないが 一生形だけでも謝まっとくか 兄ちゃん ごめんね まずい 心配するなけ 是可忍孰不可忍 既然你弟娘不給老子面子 那今天老子就廢了你 ははは なんやそれ 持病の発作か いい加減にしてください ごめんね このクソ野郎 もう大会なんかどうでもいいぜ こいつだけは 絶対に許さん 排局再開 唐导起手牌非常辣眼 门混保牌三的两项厅 自摸三倍满便能逆转守位 唐导連續两旬摸到好牌 听了的一四七万混一色的三面厅 唐导继续摸牌 卧槽自摸了 门混自摸发财保牌四整整九番被满 可明明唐导逆袭了守位 但他却没有选择虎牌 而且拆掉了发财 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違う 然而唐导的修罗牌并非浪得虚名 紧接着连续摸到了三张九万 秃头虽然听牌了 但只要打出一万 他将会堕入那无间地狱 而那张一万刚好是他的废牌 秃头会放炮吗 下个故事告诉你答案 男人自摸了但他却没有胡牌 反而拆掉了三张发财 对手瞬间懵逼了 可接下来 他居然连续摸到了三张九万 一手小牌瞬间盘成了九连宝灯 听牌一三六九万的四面听 而且对家有一手万字牌 一万不仅是废牌 而且还是炮张 没错 因为矮骡子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侮辱了唐岛 所以唐岛才没有自摸 只为胡道一满天牌 直击对家这个矮骡子 可没想到 矮骡子不但避开了点炮 而且还故意送回来防止唐岛自摸 你 为什么 论 先手 二连续 刺込 逆转的手 还没有 啊 否则是逆转的十连 还没有 是否则是逆转的十连 悲心 是否 这些 尽管 转转的十连 天牌 可 自从被矮罗子侮辱 唐岛大点把废气炸了 到医院拍个片子检查 因火气太大 左眼暂时性失明 这种症状无药可治 只有灭掉矮罗子才能不治自豪 唐岛近期更是发挥失常 总分排名急速下滑 相反爱小姐遇到的男人没一个行的 一路横扫千军 总分榜直升第六名晋级 矮罗子在击败唐岛之后 以第三的成绩也顺利晋级 总分排名第二是五冠王前川 另一个就是兵之K 排名暂且第一 排局结束后 K在场外遇见了矮罗子 他弟娘嘴巴见得无比盛艳 小兔崽子可以啊 组织本打算除掉你的 反正除掉你也是多此一举 倒不如在排桌上将你干掉 矮罗子猛拉一口烟 接着说道 小兔崽子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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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崴子猛烟 K没有心思里会挨骡子的碎嘴 急忙回家找阿米娜降降火 可刚到家 阿米娜居然浑身是血 没想到 阿米娜一直重病缠身 除了幻肾没有别的活路 K只能祈求高老大想想办法 但幻肾不是十万八万能解决的 不过 只要赢下去混总刚获得冠军 拿到那本鬼神之书 至于一个肾吗 应该还是有人捐的 再次回到比赛现场 被矮罗子气瞎一只眼睛的堂倒 为了打爆他 更是连战连结 拼了老命一路杀到了总榜第七 而艾小姐更是没有遇到强硬的男人 排名也升到了第三 而自从阿米娜住进医院 K的排名一路掉到了第四 而今天这一战更是倒霉 居然遇到了碎嘴矮罗子 没趣 接下来再一会儿抜掉 这个万人闲的长相 嘴碎不说还唠叨个不停 搞得你心态崩溃 在这半决赛 K完全没必要拼命强攻 只要能晋级就行 K现在的排名第二 和第一的矮罗子相差无几 此时排名第三的上加率先立直 他与K相差八千九百点 也就是一个满贯就能足以逆转 可上加连加分的白板都扔了 排肯定非常好 矮罗子碰了张四万破了上加一发 上加排这么好 如果被点炮也会掉到第三名 正当K思考之际 K突然看到矮罗子发出的暗号 没错 这是黑道麻将的常用手势 矮罗子的暗号是胡二五统 从他的排路来看 肯定也是想保持第一名好晋级 而他没有立志还打了张宝牌 最高也就是个屁胡 撑死五千八百点 这是最后一局 放给他炮矮罗子还是第一 K还是第二 携手共进 都有着共同利益和乐而不为呢 K选择了妥协 给矮罗子送了一炮 罗 5千八百点 咋て 一本吧 可矮罗子的目的并不是第一 而是让K拿到第四出局 矮罗子是庄 筹码超过了三万点 有权力进行加赛 被矮罗子这种卑鄙之人摆了一道 K第二名的位置也是岌岌可危 最后一局中期 四家全部听牌 上家仍然最凶 因为急求逆转 所以宣布励志加倍 下家也不见得 虽然筹码垫底 但碰了三张宝牌 说不定也能逆转 矮罗子听的是小牌 K这边最为尴尬 牌听得虽早可是没有意 没有励志也只能自摸才能糊 矮罗子更是故意放出气柄挑衅 K只能眼睁睁看着干憋 现在这种情况 上家拼命地想要逆转 下家也够顽强 而矮罗子却在看戏 只有K加在中间左右为难 可就在这时 矮罗子再次给K发出暗号 示意他糊的是二五条 卧槽 还带这招 可这次矮罗子不是在妥协 而是在威胁 如果K不照做 他就会给上家放炮 反正他还是第一 而上家则会逆转变成第二 要是再故意送糊 被矮罗子继续连装 本场K还是第二 只要下一局 K抓复好牌 完全就可以结束比赛 没错 K最终选择了屈服 Doom Doom Leach Tune 五千万出了,不要看那裏图 矮罗子这番无耻的操作 临走还不忘再次羞辱K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回合 K还有希望进入决赛吗 我们下集揭晓 K 男人故意把红中碰到 对手瞬间吓尿了 紧接着他又将红中插入左手边的第二张牌 然后用手同时拿住两张轻轻碰了一下 暗示自己手里有两张红中 没错,只因对家在做大三元 K才用这卑鄙的手段告诉上家 糖刀手里的大三元做不成 如果手里有红中的话放心地打 上家健壮 随手将那枚废牌红中扔了出去 K随后将气碰掉 虽然K的怒夫打法被唐岛的另一只眼看得清清楚楚 但心里的怒火也渐渐升了起来 唐岛摸完牌后 将准备做大三元的红中扔了出去 虽然做不成大三元 但还有机会做混老头的背满大牌 再做的都是高手 一眼就明白了唐岛的修罗牌浪 上家健壮 只能拆掉七条选择了防守 K立马做出了行动 吃掉了上家的七条 接着也跟着打了一张宝牌九条 卧槽 吃的是七条 打的是九条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碰掉九条呢 没错 如果碰了宝牌就多一番变成了满贯 而现在少了一番只是个屁壶 就算给他放炮也才输一千点 总比唐岛的背满要好很多 紧接着 K立马暗示上家 自己胡得正是三万 好 出了 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踹醒了K 自从阿米娜重病后 K完全失去了状态 迫不得已玩起了愚蠢的花招 简直侮辱了麻将 K知道唐岛也是为自己好 并没有追究医药费 牌局也重新开打 虽然这一局依旧是唐岛率先立直 但K的手牌也非常好 按常理来说 打掉一柄一上厅 但他却拆掉了三条选择了防守 唐岛明白 因为他单掉一柄 K拆掉三条打得很漂亮 静下心来的K全身心地体会着修罗牌浪 总算是正常了 自谋 南三局 唐岛和K的比分排名一二位 K率先起手一副绿一色的背满大牌 但他却拆掉了八条 留了一张没用的红钟 身后的评委顿时懵逼了 可唐岛却明白 因为他就胡那张红钟 紧接着K宣布了立直 反手摸牌 又是自摸 自摸 4000発射 可唐岛也是带着复仇的怒火来的 最终一把极为隐蔽的小七队捉了K的炮 以第一名结束了比赛 K默默盘算着和小爱的差距 只要他不超过29500点 自己就可以顺利进入决赛 决赛最终名单出炉 矮罗子前川堂倒不出意外顺利晋级 而K与小爱却以一分之差为列第五名 K无缘总决赛 而关系会总部作为矮罗子背后的组织 必须除掉有威胁的绊脚石 唐岛被打下了双眼双手 只能被迫弃权龙皇卫大赛 按照大赛规则 有总分第五的K出场 看来关系那帮兔崽子认为K不足为患 要比唐岛好对付多了 几天之后 龙皇卫大赛已经就位 以直播的方式呈现给全国观众 然而K却拿着枪找到了矮罗子 喜欢励志麻将的帖子们 可以点击左下角练练手 女人打掉四条便可听牌二五条 但这张四条却是上家的炮章 可爱小姐只是看了一眼牌盒 便选择切掉了三条 紧接着爱小姐再次摸牌 这次她居然拆掉六万放弃了听胡 上家顿时一脸懵逼 可令她懵逼的还在后面 手牌来到K这边 她不仅有四张宝牌 而且还宣布了立直 暴听跟一四柄的两面 字幕保底也有六番 大使伸手摸牌 卧槽 居然是K的炮章 谨慎的她主动放弃了听牌 选择了防守 而K在摸牌后 居然不惜正听杠掉了三柄 大使顿时吓尿了 就连电视机旁观看的唐岛都不敢置信 可K并没有杠上开花 而是变成永久镇听个尴尬的牌形 这一杠不但给大使解除了压力 而且还给他杠出了三张宝牌八笔 紧接着钱穿切了没四万 天牌取りません 这是大使反攻的最佳时机 没错 K的虚张声势已经不可能在乎了 八张宝牌出现了七枚 就算自己放炮也没有多少风险 况且自己代听的是三连牌 没错 K的鸣杠破掉了她一四柄的弧牌 也说明一柄现在是安全搭 どうやけ 上がれるもんなら上がってみえ ロン ロン なんや G-Doyceか 啊 下手 数安康 3万2000点 出たー K的乱打一通 完全扰乱了大使的侦察力 加上在排局前的施压 才彻底中了K设下的套 男人一招鬼手切牌 瞬间切换掉了手中的那张废牌 一上听的手牌一秒成形 可诡异的是 他明明能听一三四条的三面 却切掉了三条 留了张九条单调 这家伙是不是脑子进食了 K顿时发现 大使换掉杠宝牌 目标应该是明杠 可排局开始时 大使只是将气放下 并未盲摸到牌面呀 他是不可能知道杠牌是什么的 此时K摸到七柄也听牌了 只要切掉红中 即可听三六九柄的多面 可红中很有可能就是大使的杠牌 但杠上开花的几率本来就低 自己没必要怕他 毕竟自己听的是多面 而且开杠后 还有可能给K翻出新的宝牌也说不定 想吧 K扔掉红中宣布的立直 立直 勝負 D-Wallももらっとくわ 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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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何十年不离 卧槽 大使连看都没看 直接大力砸向麻将桌 没错 他真的自摸了 接着翻开悬赏指示牌 哪泥 一副小牌瞬间翻中了三张礼宝牌 六千厚 杂 可他的狐牌妖姬也只剩了一张 但大使明知道K听的就是国士无双 还故意打出红中挑衅 不出意外 K这局被大使点了炮 之后的几局 艾小姐接连被大使点炮 面对强硬的男人 艾小姐也只能服软 而大使肆无忌惮地出千 也让身为正道麻将武冠王的 钱川怒火中烧 这种垃圾严重践踏了他的底线 可如果当众揭露他的话 龙皇位的威信将会遗落千丈 甚至被永久取消都有可能 但也不能让他夺取龙皇位的头衔 想吧 钱川直接选择了开杠 而他的手里却攥了一张牌 没错 他要奉献半辈子的荣誉 绝不能再让这个秃驴岭上自摸了 千军一发之际 K却阻止了钱川 钱川大典中了矮骡子的套 最终这把以流局收场 K为了排除矮骡子在麻将上动手脚 更是弄伤自己的左手 只为换一副新的麻将牌 K猜对了吗 我们下集揭晓 喜欢励志麻将的帖子们 可以点击左下角练练手 自爱客 丹琪 两倍一门 男人不会打麻将 却用一招鬼切横扫麻坛二十多年 再烂的牌都能被他瞬间换掉 可自从K破解了大使的杠宝绝技后 大使的独门绝技鬼切再也不灵了 比赛来到了最后一局 大使要想逆转守卫 必须胡道一满天牌才行 然而老天并没有抛弃这个瘪犊子 居然让他摸到了 那个传说中的一满天牌大三元 Ki ta Oh shit 然而艾小姐却莫名其妙地给大使卫牌 Pong Pong 连续的碰牌 让他的大三元更进一步 大使伸手摸牌 卧槽 一满大三元的关键牌发财居然被他摸到了 然而艾小姐的舍牌更是诡异 不仅一张万字没出过 而且还切掉了宝牌五条 紧接着大使伸手摸牌 卧槽你妈 一副一满大三元再现人间 单掉了那枚二条 然而那枚炮张二条 反手就被上架摸了过去 没有逆转希望的钱穿 果断选择了防守 大使摸到六万后 手牌立马改成了听呼三六万的两面 可二条刚打出 艾小姐就摸切了那枚二条 如果大使不瞎换着 现在就点炮了 因为艾小姐这手牌 无论摸到什么都会盲切 因为她的手牌正是那个传说中的一满天牌 纯正九连宝灯 所谓纯正九连宝灯 也就是但凡有人打出任意一张万字牌 都会放爱一炮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是他们两人对绝时 殊不知一旁的K也掀起了那股滔天巨浪 K的进攻将这场牌局推向了高潮 没错 他叫听的正是那个传说中的一满天牌 国势无双十三面 但凡有人切掉妖九牌都会放跑 轮到大使摸牌 卧槽 大使居然留了一手传说中的隐藏炮种 手中无论打哪一张都会放炮 万字牌是艾小姐的九连宝灯 其余的是K的炮章 大使的炮会选择放给谁呢 万字牌 但是说话也很厉害 那应该怎么办 没办法 没办法 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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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使被枪杀 可以侥幸赢得了日本龙皇位大赛的冠军 也顺利拿到了鬼神赤木的那本雀魂总纲 可他万万没想到 关先生居然偷偷地绑走了阿米娜和K的家人 并留下狠话 让K拿着雀魂总纲与他一决胜负 动牌第二季到这就结束了 让我们期待第三季的到来吧 感谢收看